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些光华的TensorFlow简明实战教程 这节课我们就得简单看一下 什么是梯度下降算法 那么在第一节课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梯度下降算法呢 它是深度学习的一个核心算法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讲了这个 单变量的线性回归这个例子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是如何使用梯度下降算法 求解除这个A和B这两个参数的 那么梯度下降算法呢 它是一种致力于找到函数极止点的算法 那么所谓的学习 我们这种机器学习 包括深度学习 它就是改进模型的参数 以便于通过这种大量的训练步骤 比如说上几课我们训练5000个Epoach 将这种损失函数最小化 损失呢 就是我们的这种的均方差损失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将梯度下降算法 应用于寻找损失函数的极止点 变构成了这种依靠输入数据的这种学习 模型学习 这就是整个的机器学习它的一个含义 就是说我们使用梯度下降算法 应于这个损失函数 从去找到这个损失函数的极止 通过改变这些变量 这些权重和参数 从而找到损失函数的极止 这就是模型学习它的一个本质 梯度的输出呢 它是由若干偏导数组成的向量 它的每一个分量呢 对应于函数 对输入向量的相应分量的偏导 梯度的输出向量呢 它表明呢 在每个位置损失函数增长最快的方向 或者说增加最快的方向 我们可以将它视为表示了 在函数中每个位置向哪个方向移动 函数值可以增加 在这里呢 我们不看PPT 我们用例子来讲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的例子是 我们要求解出一个A和B 使得我们的损失函数最小 那在这里呢 我们假定我们的损失函数就叫做Z 那么这个Z等于什么 这个Z呢 实际上就等于这个Fx减去Y 它的一个平方 Fx减去Y 它的一个平方 那这就是我们的损失函数的 除以这个我们的样本个数N 那就是我们的损失函数叫做Z 我们叫做Z 那么这里呢 它受两个辩量影响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权种A 第二个呢 就是第二个权种B 这两个值 第二个就是偏值B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一个最小的 一个合适的A和B 使得Z最小 也就是说我们想找到那个值 那个A和B的值呢 使得Z最小 那么它们之间有一个曲线 假如说我们是这样子的 假如说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那我们应该如何找到这个极致点呢 如果说我们有上帝十九的话 大家从这里一看 就能知道 这个点 它对应的这个位置就在这里 那么这里呢 它对应的A的值 比如说是2吧 然后对应的B的值 比如说是1 那我们说当A等于2 B等于1的时候 Z呢 它可以取到最小值 那现在我们如何才能求出这个最小值呢 找出这个A和B来呢 我们在深度学习中使用的方法 叫做随机初始化 随机初始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们在TensorFlow 2.0里面 TF-Course它是一个高阶的API 它已经封装好了这些 对于变量的这种初始化操作 所以我们虽然不需要自己去初始化变量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它是怎么计算的 它实际上就是随机的初始化A和B的值 那你比如说 它可以随机把A等于3 B等于5 随机初始化 那就随机初始化到这里了 那么它也可以随机初始化到B等于0.5 A等于1 那就初始化到这里了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在深度学习网络中 它是随机初始化到很多值出来 这时候呢 它会随机初始化一批值出来 你比如说它随机初始化到这里 然后随机初始化到这里 随机初始化到这里 随机初始化到这里 这四个值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求解这个最小值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计算它的梯度 那什么是梯度呢 梯度就是这个 我们寻找梯度值 就是使得这个Z 这个损失还弱 变化最快的方向 就叫做梯度 你比如说 我们假如说我们随机初始化到这个点 就这个点 那么假如说我们计算它的梯度 我们发现 这个 它的梯度呢 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这个Z 它的变化是最快速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 这往这个方向走 就会使得B增大 然后A减小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寻找这个 然后继续往下走 我们继续计算它的梯度 发现它的梯度 仍然有梯度 那这时候就是 继续改变A和B的值 使得它这个Z 它越来越小 我们只要发现 它在Z再变小 我们就继续改变A和B的值 那通过这种改变呢 就计算它的梯度 那每次改变多少呢 就是说我们改变 一次改变这么多 一次改变这么多 这就是它的一个 代表它的一个学习速度 那代表它们的学习速度 我们一会再说这个学习速度 那我们先看一下 怎么求解 就是首先计算梯度 什么是梯度呢 梯度实际上就是它的微分 就是它的一个导数 通过求解导数 我们知道导数就是它的一个变化 最快的一个方向 就是它的一个导数 所以如果说我们想求到Z的最小值 我们就求出它变化最快的方向 然后沿着这个方向呢 去改变A和B的值 那么经过这种B进呢 经过每一次循环 每一次循环 我们去求解它的导数 然后沿着这个导数的方向呢 去改变A和B的值 我们就能找到这个最小值 这个是我们使用梯度下降算法 来求解这种深度学习它的极致的一个方法 那么大家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每一次移动的距离 我说了它是做学习速率 那么这个学习速率呢 我们不可以太大 也不可以太小 什么意思呢 如果太小的话 你会发现你需要迭代N多次 你比如说上一节课 我们迭代了5000次 如果你这个学习速率更小的话 你会发现它需要迭代5万次 才能够得到这个最小值 就是它的速度会非常的慢 那如果说这个学习速率特别大 它每一次移动特别大 会有什么缺点呢 大家看看 如果说假设有一次移动这里了 它还没到第几支点 那如果你的梯度特别大 移动速度特别大 它一向移到这里了 又发现这个点还不是极致点 然后它仍然有梯度 如果它的导数仍然不为0 那这个时候它会向这个方向移动 然后又来回跳回来 就这样就会变成来回的 在这个极致点附近左右跳 从而但是呢 一直达不到极致点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这个学习速率 就是我们要自己去人为的 去规定的一个超参数 那在这里这是我们梯度下降的过程了 那么这个下降的过程 它如何避免这种局部极致点呢 你比如说 假如我们初始化到这里来 我们通过计算梯度下降 从这走 走走 我们走到这里之后 发现这个梯度为0 有时候它往哪个方向走 它的都会 这个字印的都会变大了 这时候这就是一个局部的极致点 那么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个观点 就是说 在深度学习里面 局部极致点 从来都不是问题 大家不用考虑局部极致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使用这种随机处始化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随机处始这里 随机处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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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点的话 那总有一个点 它能够到达这个最 最小的极致点 从而把这个局部极致点 给排除掉 当然它还有一些更深的原理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我有一个课程 叫做Python 就是TensorFlow 深度学习一个免费实力课 就是讲解这个 泰坦尼克号这个预测 曾经有个同学在这个评论中 他认为这种逻辑回归 就认为我们这种的局部极致点 他认为会落入一个局部极致点 所以但是在那里 他实际上就犯了一个错误 因为在深度学习当中 这种局部极致点 它不是问题 好的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使用 剂头向下算法 来寻找这个函数极致的过程 也是上一节课 我们讲的这个例子 它是到底这个训练的过程 它到底是怎么得到这个极致点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这种剂头向下算法 在我们的这种 在我们的这种TensorFlow里面 它为我们集成了这种优化算法 这个优化算法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Compile里面 这个Optimizer 它会使用这个Optimizer 去应用这个T度 寻找T度的最小值 寻找T度的最小值 寻找这个参数的最小值 那这就是这种优化函数 那么这个优化函数里面 它并没有规定什么 它的学习速率 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讲了 这个我们这个绘图里面 虽然绘得比较糟糕 但我说了 它每一次移动的不长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学习速率 那么在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在上节课编码里面 编的写代码里面 没有去写这个优化学习速率呢 这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直接使用它的item的 一个默认的学习速率 也就是0.001 那你当然可以使用 这个优化算法的实例 来规定它的一个学习速率 至于有哪些优化算法 以及如何选择它们的学习速率 我们在后面自定义循环的时候 会讲解这个问题 也会给大家做演示 那么在这里 作为我们刚开始的这个课程 大家就知道这个item呢 它是一个优化算法 就OK了 好的 我们这节课呢 就简单为大家讲解了这一下 这个梯度下降算法 通过这个梯度下降算法呢 大家应该了解一下 就是这种深度学习 它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 我们后面还会为大家讲解这种 学习速率 以及反向传播 好的 我们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 答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大家在答一群众 向我提问 谢谢大家 再见